我是好奇寶寶 我在游泳池碰到一位美麗大方的小姐 她告訴我她有一個很特別的機器 可以測試我們的身體的免疫力好不好 那我非常的好奇 居然有這種東西啊 所以我就想請她讓我做一次測試 看看我的身體的免疫力好不好 所以我就來了 那現在呢 這個機器呢 可不可以請妳解釋一下 好 大家好 這機器呢是在測 它是兩分鐘就可以測出身體的防禦能力指數 而且你不要小看喔 這台小小的機器喔 它是從美國國科會研發出來的 它是花了大概一億美金 那從兩分鐘的時間 它就掃描到你身體的抗氧化 就是它是掃描到你的身體細胞外面那個保護膜 叫類伏蘿蔔素 那它就可以知道你身體的抗氧化能力好不好喔 那還有呢 它也可以測出你在吃營養補充米 到底有沒有對妳有沒有幫助喔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測試一下 我們看測的時候呢 非常特別就是 我先手可以離開一下 可以 這邊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藍色的光 這個藍色的光是什麼光啊 它是 它是 這個光是若曼的光譜 對 那這個光譜呢 它就是用在這個機器 它可以一分鐘 就在你的身體掃描了 大概700次到800次 那馬上呢 就可以測出你的身體的抗氧化 那如果沒有透過這台機器呢 你可能就是要去 呃 醫院抽血驗尿 一次可能要花2500塊 才可以知道你的類伏蘿蔔素的含尼爾大力有多少喔 嗯 然後 可以照一下這邊嗎 它這個手呢 它要把這個手 這個位置 放在那個藍光的位置 那我不知道這個位置有什麼特別嗎 一定要在這個 就是它是固定 就是每一次你就測 固定的地方 所以是這樣嗎 對 它的準確性 就是一個標準 是 所以我先把我的手 那你可以把它 我現在手 按在這個位置上了 對 然後我現在按 開始掃描嗎 對 是左邊右邊 都可以 嗯 好 就會開始了 那這個就會開始跑 好 那然後這個我就 這個 生日 我的生日 實在是不想讓人家知道 所以 太年那個 好 所以怎麼辦嗎 按一下那個 就自動 對 那 你有抽菸嗎 沒 好 就沒有抽菸 那有在吃 深海魚油嗎 沒 嗯 我是素食者 所以沒有吃 以油 對 好 那有在吃什麼營養 很聰頻嗎 嗯 對 真的是很少 很少齁 對 那你有吃 目前有吃酵素嗎 還是 一點點 其實營養不太算 應該是不太算 不太 不一定就是時間 我有吃芝麻油 哦 是 黑芝麻油 那你的蔬菜水果呢 一天的量嗎 我每天就吃蔬菜水果 大概幾個拳頭 我想拳頭這麼大的話 我想我至少有四五個吧 四五個 哇 很棒耶 好 好 那我們一般正常的 呃 正常的男生呢 大概一天都要吃九個拳頭 那女生的話 大概七個拳頭 小孩子大概要 大概五個拳頭 就是五七九 好 那我們呢 指數已經快出來了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我應該有吃到七個咧 那怎麼辦 那真的沒關係 那我就幫你再修正一下 直接 快來不及了 那沒關係 那個 你輸入的數據 是不會有什麼影響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的數據 就是三萬七 好 三萬七 那以正常來講呢 要四萬才是六十分喔 才是及格的 那如果身體的防疫能力要好一點的話 就是要超過這個藍 深藍色的地方 就是要五萬以上 那 對 那如果要免疫癌症 大概要七萬八萬 才能夠免疫癌症 那如果你的指數越低 代表說 就是如果紅色的話 比較不好 這樣子 好 那已經測完了 那你 謝謝 一起拍一下帳 這樣子 好 好 謝謝